大家好,我是鸡腿,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安事之乱》中 王昌龄、高氏、李白、杜甫、陈参等世人的结局如何? 唐玄宗年轻的时候重用姚崇、宋静、张九龄等贤臣为相 开创了开元盛世,让大唐的繁荣走向了巅峰 晚年的时候变得昏贵了起来 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宁臣为相,让大唐朝堂黑暗 日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边关将领安禄山 通过八戒讨好唐玄宗的宠臣李林甫 宠妃杨贵妃等人日益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让他担任了贫庐、范阳、幽州和河东三镇节度史 守无重兵后,安禄山的野心就日渐膨胀 而大唐在杨国忠等人的祸害下早已经遇其外 败叙其中,矛盾重重,腐朽不堪了 安禄山抓住机会起兵造反,史称安氏之乱 安氏之乱是大唐的一场浩劫 大唐的世人们也没有躲过这场浩劫 李白、杜甫、陈参等世人们的结局如何? 一、王昌龄 王昌龄生于698年,开元15年公元727年近世 担任过秘书省孝书郎、江宁城、龙标卫等职 755年安氏之乱爆发时,王昌龄正在龙标县担任县位 王昌龄的家人都在长安,他很担心家人的安全 于是离任去长安看望家人 王昌龄走到安徽伯州时,被伯州刺史驴秋小捕获并杀害 在古代,善离职守是有罪的,但王昌龄罪不至死 史书记载,卢秋小杀王昌龄是极度杀人 为刺史卢秋小所计而杀 卢秋小同样没有好下场 他在解宋州之位时,因一物战绩被张告处死 二、王维 王维生于701年,开元9年公元721年近世 担任过泰瑞城、济州司库参军、监察御史等职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王维正担任几世中 安禄山起兵造反后,由于其手下的都是酒精沙场的大唐精瑞士兵 高先知、封长青不是其对手,只能退守同关,以守代元 但唐玄宗却急于评判,听信谗言,杀害了高先知、封长青 高先知、封长青被杀后,唐玄宗任命格书汉为将 格书汉到同关后,也认为兼守代元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唐玄宗不听,下令让格书汉出关平叛,有高先知、封长青的前车之见 格书汉不敢违抗圣意,只能汉不得已,府应痛哭 结局如格书汉所料,大唐军队惨败给了安禄山叛军 同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唐玄宗连夜带着央贵妃 太子李亨等人逃离了长安,但大唐百姓和大臣就惨了,叛军攻破长安 他们成为了俘虏,安禄山攻破长安后,几世中王维被俘 由于王维失明很大,获得了安禄山的后代,安禄山让他继续担任几世中的伟执 王维在安禄山的大燕政权任职的时候,身在曹营心在汉,写了宁毕诗 万户伤心生也焉,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宁毕诗投奏管弦 叛军被平定后,王维等接受伟执的官员应该被处死或流放 但怀念大唐的宁毕诗,救了王维一命 朝廷赦免了其死罪,只是将他贬置为太子忠允,让他依旧在朝中做官 761年,王维病逝 三,陈参 陈参,生于公元715年,天保三在744年禁食 担任过率府兵曹参军,封长青幕府判官等职 封长青是大唐名将,其担任安息北庭节度史时 让陈参做了其手下的幕府判官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封长青律兵去平叛 陈参留在了西域,没有跟随他出征 756年,封长青被唐玄宗处死 不久后,就接连发生了同官尸首,长安沦陷 马维波之变,太子李亨称帝等事件 李亨称帝后,就号召天下兵马秦王 陈参这才离开北庭都护府,前往凤祥面见唐宿宗李亨 但李亨并没有让他率兵去平叛 而是让他在朝廷担任又不缺 762年,安史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 陈参才获得了他想要的武职 长书记跟随大军赶部前线平叛 但是安史之乱很快就平定了 之后,陈参又担任过库布郎中、加州次使、职方郎中等职 770年,陈参克死成都社,享年56岁 4.高氏 高氏生于约704年 高氏年轻的时候,屡氏不地,颇为时宜 749年,46岁的高氏才被岁阳太守张九高举建中地 被任命为丰丘县县委 752年,高氏辞去官职,来到了长安 后来获得了大唐名将戈淑汉的赏识 让高氏到自己府中做了长书记 756年,戈淑汉在林宝之战中 惨败于安禄山叛军被俘 757年,戈淑汉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许杀害 戈淑汉死后 高氏前往和池郡夜见唐玄宗 被任命为建议大夫 同年12月,爆发了勇王李林之乱 高氏担任御氏大夫 扬州大都督府长使 淮南节都使,参与了讨伐勇王李林 为平定勇王李林之乱立下大功 758年,因为李府国境宪谗言 高氏改任为东都太子府少瞻氏 之后,高氏又担任过彭州次使 建南西川节都使,涉东川节都使等职 764年,高氏回京任职 担任刑部侍郎等职,次年病逝 5.杜甫 杜甫,生于712年 虽然多次应试,但屡试不定 未靠中进士,751年 杜甫因为上大礼附获的唐玄宗赏识 让他到集贤院等候分配 755年,朝廷才授予杜甫和西卫的官职 但是杜甫不愿意做和西卫 不做和西卫,七粮为折腰 朝廷又将杜甫改任为右卫 率府兵曹参军 同年,安史之乱爆发了 唐玄宗逃亡属中,长安失守 杜甫因为官职太小,没有被叛军俘虏 这之后,杜甫流落各地 他目睹了安史之乱时期 大唐百姓的凄惨现状 写下了这名的三立三笔 756年,太子李亨在05成帝后 杜甫想去05投奔朝廷 但在路途中被叛军俘虏 押往长安 767年,郭子一大军围困长安后 杜甫乘乱逃走 杜甫历经艰辛回到05后 唐玄宗让他做了严官做事宜 但很快,杜甫因为上书给宰相防管求情 惹怒了唐素宗 他被罢免了官职 同年9月,唐军收复长安后 杜甫又官复原职 但唐素宗在位重用杜甫 758年,杜甫因防管案牵连 被贬为华州司公参军 这之后,杜甫一直漂泊各地 770年死于潭州 前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 6.李白 李白,生于701年 李白没有参加过科举 所以位重进士 李白是很想做官的 曾数次给唐玄宗献师 为获得召见 742年,李白在长安届时了密书间赫志章 赫志章读了李白的数道南后 圣赞说 你是从天上贬着下班的仙人 将李白推荐给了唐玄宗 让他得到了皇帝的召见 唐玄宗很赏识李白的才华 让他供奉汉林 专门给皇上写诗文娱乐 陪是皇帝左右 后来,李白因为在罪中起草诏书 让高丽侍为自己脱靴等 引起了宫中之人的痛恨 他们屡静谗言 导致李白遭唐玄宗疏远 不久后 唐玄宗就刺经环山 将李白打发出了长安 离开长安后 李白就游山玩水 喝酒做事 过上了洒脱的事先生活 还在东都洛阳结识了师圣都府 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后 李白获得了勇王李林的青睐 让他到自己府中做了幕僚 但是勇王李林在江南拥兵自重后 引发了唐素宗李恒的警惕 他让李林交出兵权 回到成都唐玄宗身边 遭李林拒绝后 李恒以李林造反为由 派兵征讨他 李林之乱被平定后 李白也受到牵连 被关押于巡洋 在大唐名将郭子怡的求情之下 唐素宗赦免了李白的死罪 将他流放到夜郎 余下的几年时间中 李白一直在人们的痛恨和悲痛中度过 世人皆欲杀 无以度连财 这是杜甫描述当时李白现状的诗句 晚年的李白 过得很凄惨 很痛苦 762年 李白在当土陷病逝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